季星醒来的时候 光溜溜地趴在床上 背上盖着柔软的被子 呼吸间 被子里满满都是寒婷身上的气息 他在他的窝里 他懒懒地伸手伸腿在被子里蹭了蹭 床上没人 他醒了 睁开眼睛 窗帘的缝隙里透出外头的天光 今天周末 不用上班 但寒婷居然六点就起了 那时他还在睡呢 被他抚摸醒来哼哼唧唧做了一次 他累得够呛 睡了个回笼觉 而他起了床 季星睁着眼睛原地趴了惠尔 不太相信 他昨晚不知是较劲还是中邪 鬼使神差地回了句 是就是 谁怕谁呀 于是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都觉得一时接受不来这种关系的转变 他慢腾腾起床 洗漱穿衣 出了卧室门 听见寒婷的声音从书房传来 这部分先到这儿 你们各自在确认何时了给我报告 他见书房的门开着 走过去瞄一眼 寒庭西装革履坐在办公桌前 带着蓝牙耳机对着电脑开视频会议 行 先结束了 他敲键盘关了图像和话筒 眉心却习惯性地微促起 颇严肃的样子 让他莫名想起他们第一次过夜后的情景 还想着 寒庭抬头看见了他 问 醒了 闻 寄星站在门口 揉了揉眼睛 并没有进去 仿佛工作的书房是处结界 而他还未完全理解透自己的身份 不知是否该越界 寒庭取下耳机 见他靠在门框边抠手指 神色缓和了半点儿 问 楚纳尔干什么 过来 寄星罗进去 问 你工作多久了 寒庭看了眼手表 三个钟头 寄星一看 上午十点了 他见他桌上开着两台笔记本电脑 文件铺了一桌 料到他今日工作也忙 他还是尽量别打扰才好 正想着 寒庭突然从抽屉里 抽出一张纸来 上头写着 体验不错 江湖不见的字样 寄星头皮一麻 顿感不妙 寒庭看向他 有一会儿没说话 看得他心里发毛就差要自我反省时 他要笑不笑 说了句 我看你字儿是越写越回去了 寄星 他没在内容上做文章 他都快烧高香了 立马虚情假意道 累 您老说的是 跟您比真是差远了 寒庭 他拿眼角携了他一道 拿过一支笔 又从打印机里抽出一张空白A4纸 在上头写了寄星两字 说 别的我不指望 自个儿签名总得见人 说完把纸笔递给他 让他照着脸 寄星赋匪 签名你也要管 翻了个白眼 寒庭抬眸 眼神严厉 他立马乖巧了 也不做鬼脸了 接过纸笔就趴桌上写了起来 寒庭说 趴着干嘛 坐下写 寄星一愣 看他一眼 脸微红了 寒庭说 坐呀 寄星炯炯的 想一想 还是默默坐到了他腿上 寒庭这回也顿了一下 目光不动声色扫了眼怀里的人 没说什么 余光不经意瞥了眼 办公桌另一端的一把椅子 他怕是没看到 寄星坐在他腿上 扶在办公桌上写字 他写的寄星二字很好看 可他照着写就怎么都不像 好难啊 他写出来的字跟鬼话服似的 寒庭听言 轻身上前 前胸贴他后背 左手揽住他腰肢 他顿时如触电般浑身一麻 他下巴靠在他肩上 下颌贴着他脸颊 右手将他握笔的小手握住 攥着他缓缓滑动钢笔 人在他耳边低声 这处下笔重点儿 连续 提 转折这块儿下力 寄星被他拢在怀里 精神无法集中 心跳紊乱 手也忘了使劲 他收紧拳头 捏了下他的手 撕 疼 开小差 寒庭说 你就照着这个练 练不好 金儿不准走 那得练到什么时候 他咕咙着 一转眼珠 又忍不住吐槽 练到明天都练不好 你要是想留我就直说呗 拐弯抹角的干嘛 寒庭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哎呀 他规矩了 继续写 我为着你好 你倒诚心跟我抬杠 瞧瞧 你这字儿写得跟小猫找儿挠似的 看得下眼 寒庭说 我看你是打小儿就淘气不听话 不肯练字 寄星觉得他损他上瘾 也不顶嘴 乖乖巧巧煞有介事的学着他的北京腔 说 我照着你的血 练好了不就是你的字儿了 要你以后拿着我的签名干坏事儿 侵占我的财产而我找谁切啊 寒庭忽然就有些心缘一马 不知为何 他转眸看他侧脸 嘴角浮起一丝忌惮的笑意 好一会儿了 财低声说 财产这词儿后头就不该有儿话音 他挪着嘴巴 不认 哼 眼睛盯着纸张 煞事专注的临摹着他的字 一排一排 密密麻麻 寒庭看着他 忽然凑过去 在他臂脚上亲吻了一下 寄星一愣 颅起的嘴巴抿了下去 手却没停下 继续默默写着 写着写着 自己有那么点儿相似的意思了 寒庭电脑里想了一下 那边发起视频邀请了 寄星立刻起身走去一边 这才发现办公桌那头还有把椅子 他窘迫的看寒庭一眼 而他此刻没再注意这些细节 脸庞上已换作一贯工作时的扑克脸 偌大的办公桌 他在这头开会 他在那头扶按链字 互不打扰的过了半个上午 快十二点时 会终于开完 寒庭关上电脑 靠在椅背里 闭上眼睛揉捏着鼻梁 些微放松了一下 他起身走到寄星身边 就见十几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寄星 后头写的字已是越来越好看 他还歪着头认真写着 他道 我看是及格了 走吧 带你去吃饭 哦 寄星这才放下比了算完 寒庭换了身衣服 准备出门时却接到电话 是寒母打来的 叫他回家一趟 寄星看出他有事 说自己可以回家跟朋友一道吃饭 寒庭把他送到小区门口 他下车时 他问了句 钥匙带好了 寄星处理了几秒 才想起他说的是他家的钥匙 点了点头 带了 行 寒庭说 回见 寄星蹦蹦哒哒进小区 回了家 他也没闲着 把下午的时间好好安排了一道 先跟苏之洲开会讨论最近的工作总结 年底的职员讲法问题 特别叮嘱他最近收到匿名邮件举报公司内部有人消极代工浑水摸鱼 希望具体的实施细则做到实事求是别让敬业努力的员工感受到被平均的不公 聊完后他又自学了一些医疗行业内最新的政策文件和动向 几周前他在官网上看到过一条消息 北京市正在选报一批优秀的医疗器械试验先锋项目 选中的试验项目不仅拥有和国外知名试验中心共同研究学习的机会 还将获得100至200万不等的科研经费 先锋项目需要要监局定点的各家医疗试验中心推选报送 先创就是其中一家 季兴一直关注着这活动 在他看来 学习机会和经费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是官方敲章的先锋项目 这对私立小公司星辰来说 可遇不可求 但先创试验中心那边一直没跟季兴说过这事 而眼见截止日期快到 他不免猜测试验中心是否有别的打算 季兴左思右想 涂医生手头的几个项目他了解 成绩最好的便是星辰 在这问题上 两人利益一致的 可以拉拢 张凤美帝氏就当过眼云烟了 毕竟做生意 总在小事上计较别人的不足 日后难以为继 要求合作方全心为你 也为免苛刻 季兴于是联系图医生 后者说星辰的骨骼项目十分优秀 哪怕在试验中心目前的众多项目里也是极具竞争力的 可以是上一试 季兴又问 在优秀项目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能否靠疏通关系争取利益 涂医生犹豫半克 最终说 原则上不可以 但 他许是在张凤美帝事情上对他心存内疚 格外想弥补 最终商议下来 他帮他联系试验中心的几位领导组个饭局 季兴安排好一切 心满意足 只是到了夜里拿起手机 发现韩婷并没有给他发消息或打电话时 他心里不免就有些异样 虽然有他家的钥匙 但他那晚没去他家 送上门了肯定又是被押 他才不去 再说他只不定在不在家呢 闯空门就太悲催了 第二天周日 他也没去 待在家里研究那几位领导的背景习性 他一直没给韩婷打电话发消息 他也没有 或许太忙了 他隐隐跟他较劲起来 发现自己有这想法时 季兴及时打住 这样计较 怕是率先沦陷的开始 他太过深不可测 他实在不知他心里真实想法 好歹才刚开始呢 他先不要投入太多的想法才好 呼 反正他也不亏嘛 到了星期一 季兴有点而要诈 但情绪尚不至于影响理智 他工作要紧 晚上还有饭局 地点是他选的 在第一次见销一销的那个地方 足够高大上 这是必然且关键的一场应酬 他非常重视 他提前下班回家 精心梳妆打扮 选了件一字尖的裙子 露出漂亮的锁骨 掐腰的设计将他玲珑的身段展露无遗 头发也盘起来 露出修长白镜的脖子 他悉心化了个裸妆 却独独涂了鲜红的口红 戴上珍珠耳环 看着有一丝青涩与成熟兼具的性感 毕竟秋天了 外头套上一件柔软的白色尼容大衣 既保暖又女人味十足 试验中心的几位领导 只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见过季星 这次再见 对他印象更深 既总又漂亮了呀 星辰科技也是 风头更静啊 季星甜笑 刘主任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星辰还只是个小公司 全靠各位领导提携才走到今天 刘主任摆摆手 太谦虚了 你上次在大会上的演讲我看了 既总是真年轻有为 同行里不少人都对你十分看好啊 刘主任 我可不是谦虚 是心里话 季星收了笑 望着他们 一脸的真诚和感动 说实话 我现在还常常回想起展销会那天 你们可能不知道 当时星辰快走到绝境 是先创跟星辰签订合作一项书 给了希望 你们不知道那天星辰上下全体多高兴 后来也多亏先创对星辰的项目足够重视 星辰才能走得那么顺利 他这番话生情并茂 说的在座男士们颇有挽救星辰于水火的英雄之感 他微笑着捧起酒杯起身 刘主任我先敬你一杯 感谢您对星辰的支持 我干了 您随意 他漂亮可人 身段窈窈 做事乖巧伶俐 说话谦卑感恩讨人喜欢 一一敬过各位 众领导虽形式端正 没有轻浮之想法 但也因他而心情愉悦 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季星绝口不提名额的是 他已和图医生商量好 今晚只是答谢宴 后续工作留待图医生去争取 以免目的性太强 叫人起疑 他敬完酒回来坐下 做事扶了下额 图医生故意道 季总怎么就头晕了 不该呀 这话一出 刘主任道 喝得急了 吃点儿菜垫肚子 其他人 对对 先缓惠儿 季星装单纯 我平时很少喝酒 今天实在不知怎么感谢 有领导说 做好项目就是最大的感谢 再说了 互利共赢 先创也要感谢星辰 季星乖乖点头 那是 做好产品才适应道理 图医生趁机道 我听说 星辰的脊柱固定器 人工锥体已经开始质量检测了 是 图医生 接下来的产品得继续跟我们合作 现在星辰名气大 抢合作得多 可你得选老朋友啊 刘主任听言 附和 对 季星傻笑 锦上添花 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 先创于星辰 就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几番下来 效果不错 季星跟几位领导相处极好 只是他断断续续喝了半瓶红酒 有点而多了 半路他出门去洗手间 上走廊的一刻 大松了口气 心情好像不错 又好像不太好 应酬成功 既有私兴奋 又有些疲惫 今儿这招他是跟下路学的 是好事坏他倒不想去深究 洗手的时候他无意间看向镜子 看见自己发丝微乱 脸颊飞红 精致的盘发 成熟的妆容 珍珠的耳环 一次尖的裙子 突然之间 他发现自己有些像层敌 这个想法让他突生厌恶 他立刻抽了纸巾 将嘴上的口红用力擦去 耳朵上的耳环也迅速摘下来 可冷静半刻 最终还是把耳环带了回去 口红也重新涂上 但换了个珊瑚色 他手指沾水 理了里头上的几缕发丝 呆浮铁了 提上包出去 走到门口 意外碰上层敌 季星一愣 转瞬及世间换上标准微笑 曾总 层敌一笑 季总 出来吃饭 是啊 我在燕燃厅 要不要去做做 也是你认识的人 季星心里一咯噔 表面却客气 我那边还忙 就不去了 下次再约 行 季星出了洗手间 越想却越怀疑 实在忍不住去燕燃厅看个究竟 包间门关着 不知里头什么情况 他不好推门 在外愁愁半刻又觉自己这样够可笑的 刚要离开 正巧一位服务员端着茶水过来 推开门 季星朝门缝里看一眼 心末的一尘 里头坐着的可不正是寒庭 听见门开 他抬眸看过来 正对上他的目光 季星恨嗖嗖地看他半眼 不打招呼也没任何表示 转身就走了 渣男 他在心里恨恨地骂 要是有把刀 他能砍死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